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徐明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一样 在走一个量缩震荡的格局 那么盘中回撤了季线 跟9200点的心理关卡 当然尾盘由于季线还在往上 所以它做一个尾盘的拉台 但是这个拉台对于趋势来讲 它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因为这一波台股 创不断新高之后 当然紧接着 就是一个背离创高之后的拉回 那么拉回的原因 你看得非常的清楚 正如同我们过去两个礼拜 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 当整个结构落到了传三股 落到了金融股 落到了之前很夯的 集团作帐股 那么当然有作帐 就会有结帐 所以今天有两件事情 发生在电子股上面 非常的重要 这个等一下我会提 那电子股转落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波台股才刚刚回车季线 那么电子指数 反弹到季线之后 季线过不去 直接转落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你该怎么看 尤其是到了年底 我相信很多人 对于2017年的行情 那么目前看来 都是扑朔迷离 那么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测标有限 那么这个礼拜六 我们会花一个 比较完整的时间 来对各位投资朋友 那么进行2017年的行情规划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由于盘中的时间比较短 又要带大盘 又要带个股 当然没有办法 对于比较细节的部分 做一个详解 那我们在礼拜六 这个免费讲座 要给大家知道 2017年的行情 该怎么看 那么当然大家 目前最担心的事情 有几个 第一个 如果川普上任 会不会跟中国 引发贸易大战 甚至货币大战 当然 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 今年黑天额都过了 明年有没有什么 新的黑天额 会影响股市暴跌 当然今天你看到 电子产业的危机四起 你该去锁定 哪些长空的族群 来做放空 重点是你要学会 筹码跟结构的分析 如果你想复制成功 这一场讲座 今年的最后一场 你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我很少在开讲座 但是我每次只要挑 那个时间开 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 那么这个转折 确认之后 延续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都跟我之前的规划脱不了关系 就好比说 我在三月的时候开了一场讲座 当时有来现场的投资朋友 你帮我印证 我们在现场讲 太阳能产业是走长空 那么走长空的族群 千万不要去强反弹 事后你证明 太阳能族群 三五七六的新日光 那么我们在当时都有举例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今年一整年 一月一号你去买这一档股票 元月初你去买这一档股票 到了年底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今年你的投资报酬率是负的 所以在现场我们一定会解 你该去注意哪些事项 尤其是我们在看空电子股 基本上你要知道 电子产业的危机事情 哪些产业是你碰都不要碰 看都不要看的 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2017年的一开端 就布局错了方向 甚至连大方向都错 那么基本上2017年的开端 你一踏错一步 就跟当时如果今年初 你去买错了太阳能 会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 要跟投资朋友做一个见面 当然我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不论你有多忙 当天刚好是平安夜 不论你有多忙 平安夜也是晚上的事 下午两点 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 接下来你该怎么看 2017年的行情 而且有几只黑天额 是目前市场没有预估到的 到时候我也会在现场 做一个分享 毕竟这一波的大盘 走到了现在 之前创高 943.0 我当时下了一个测标 我说五感创高 那么当然很多的投资朋友 印象都很深刻 对需要是 当时指数在创新高 我两次我都没感觉 一次9399 一次9430 因为涨的股票 都不是我的股票 所以现在台股 还刚刚回撤季线 季线稍微守一下 可是也守不了多久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 谈到这个大盘的时候 特别强调 台股走量说创高 基本上来到颈线反压 破线反压 不带量你如何化解 要带量谈何容易 对不对 所以周线的格局上面 我的看法没有变 它只是延伸成一个 比较大的上升轨道 但是上升轨道整理越久 后面下来的绿道就会越强 所以我在10月28号的时候 告诉过你 我说台股建高点9399点 接下来就是回撤 回撤的过程里面 当然是因为川普的事件 引发亚洲股市 短线的击杀 对不对 可是短线击杀之后 往上反弹 我说反弹的架构 如果不是走主流 而是走次族群 钢铁二线硕化金融 那这个创高对你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的股票 不仅没有反弹 而且提早在这边就转弱了 对不对 所以当肺的决定升级印嘛 明年会不会升级三次 拭目以待 但是你要留意国际资金的动向 当时我还讲说指标创高之后 并没有越过高点 这个叫背离 对不对 所以他拉回来 所以他拉回来 接下来呢 今天测了际线 测了际线之后 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目前台股走量缩 指标已经确定往下弯了 所以过高背离 基本上这边都是背离过高 当你背离过高越来越久的时候 下沙这一段就会取量 同样的道理啊 这一波台股走量缩创高 对不对 下沙 他这个点8885 以做投的形态来看 他一定会来 他一定会来 因为主要的结构还是落在电子股嘛 不是吗 所以我今天很沉重的告诉你说 如果你很希望 尤其是最近很多投资朋友来找我们 当然手上的股票一直套牢 然后想要做多怎么挡挡套 薛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 当你做多 你的股票套了之后有反弹 你要趁这个机会卖 因为当指数创高 每个人都认为买什么要涨什么 对不对 可是我反而告诉你 当台股创高之后 这个叫向庄五件 电子弱金融强 这个对你来讲绝对不是好事 漂亮的指数 苦的价差 不是吗 所以电子股这一波建高点 后面杀回来的反弹 我们完整预告嘛 结果来到季线附近 昨天确认往下弯 对不对 今天电子指数当然不用讲 还是在往下弯 那你以相对位置来看 如果这个叫左肩 这个叫头 基本上现在就是盘一个右肩嘛 对不对 电子股的压力 源自于哪里 我之前提过两个重要的观点 因为川普当选是新加进来的 那第一个当然是我告诉你说 对岸的极起直追 不是吗 结果你今天看到有一档重量级的电子股 联发科 联发科 联发科今天直接跳空往下走 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谈过这档股票 我说联发科反弹到季线附近 过不去 那今天传出来了 大陆开始针对高阶手机的订单 做砍单 那事实 基本上呢 公司派也没有马上讲对或错 对不对 但是股价已经转落 这个早就已经预告了嘛 不是吗 所以你过去一个多月买这档股票联发科 你基本上今天跳空下来就是套牢 所以我在两个礼拜前我讲 落股提早建高点 你两个礼拜前不卖电子股 你今天来看联发科 就像我过去跟你讲的 如果挂牌在大陆跟挂牌在台湾 子公司会顶的事实超越母公司 这对台股来讲绝对是警讯中的警讯 因为不如归去嘛 就好像普瑞的董事长 就直接告诉你 我等你用探10块 虽然今天没有啦 但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每年都赚10块钱 我本益比就是11 23倍 不如归去 同样的道理啊 以现在台股的成交量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一个都是高值利率 低本益比的市场 是养不起高价股的 第一个没量 第二个呢 本益比不可能那么高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看空电子股 我反而要告诉你 那你觉得电子股就连联发科 他都面临这样的窘境了 更何况是其他的电子股 不是吗 那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方外篇 没想到连台积电都被捅了一刀 来 这个是今天传出来的 那么这个新闻也是连续在上今天的媒体 我们的科技部长 泄漏了台积电投资的机密 然后呢 惊动副总统 向张忠谋道歉 他没有证实 他也没有证实 但是 他讲的话 全部印在报纸上嘛 对不对 他还巨细米移的告诉媒体说 我们要在哪里做投资规划呢 台积电呢 准备在南科 南科路足基地 投资五千亿元 进行三到五奈米制成的投资 那预计是在四年后 讲的时候很眉飞涩舞嘛 对不对 你来申请 哦我知道了 我赶快跟媒体讲 可是 站在商业的立场 我即使要进行投资 对手也知道 但是你怎么可以让他知道 我什么就是要做 所以我 看完这篇报纸 我只有一个感想啦 真的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我下一句你自己接 如果 如果 我们 台湾的竞争力要往上提升 基本上 整容得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 我一直在感不懂 因为讲的这个对你来讲 有什么好处 不但没有加分 现在还大大扣分 对不对 可是回到股价上面 之前费城半导迪 在创高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我为什么看空 费城半导体 往上创新高 台积电却长成这个样子 哪里长得不一样 这是11月18号的事 11月29号 台积电在这里 对不对 提防外资大撤退 我当时也讲过 坐账便结账 后面台积电跳空往下走 你看今天又回到这边了 有没有反弹 有反弹 反弹完毕再往下 所以我昨天告诉你 以次数来讲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是台积电第三次在高档 跌破季线 你看过去的历史记录 都没有 这一波费城半导迪在这里 它却在这里 为什么 小心 一旦外资离台 台积电保证是最大的提款机 所以178块 171.5 这叫最后防线 假设它真的下来 那连台积电都盘头确立了 你认为 外资会停留在台股多久 当然我中间也隐含了一些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会跟大家谈到的资金上面的观念 记得 提早为2017年做准备 空军集结大台北 座位有限 请先来练预约 接下来之后 我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转 Inst chromosom 轴转轻轻 车轻轻轻轻工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地急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乱 临阵不乱 来 回到现场 请你提早 加入我们猎鹰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要告诉你 当全市场最大的王牌空军 从7月18号台股站上9000点 我所跟你讲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转折 每一个产业的变化 现在年底了 你完全印证 不是吗 为什么台股站上9000点 你看到我们放空 可以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一档再一档 空单争取这么大的空间 让你避开风险 反手赚取价叉 原因无它 因为这是一个空头的结构 指数创高对你来讲是危机 绝对不是转机 也不是让你去哇 第一档转强 第一根进去追进的 我今天 在看中小型股的时候 你回想起我之前想的话 我说 台股股是 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当一档中小型股反转的时候 你想都不用想 脚底先抹油 可是当时台股创新高9000点 你不会想到说 哇中小型股这么弱 对不对 后面指数来到9399点 你却看到上柜指数 在10月11号破线 破线不打紧 后面破线反弹你不逃 直接刷下来 对不对 来到这边就很多人给你推荐 中小型股 反弹第一根 其实我看的都触目惊心 上柜指数碰到了季线 算人质易近了 最近太阳能谷很强 对不对 可是强归强 来到一个大趋势反压的时候 你这边没有逃 你这边没有逃 你这边还不逃 那就太 太铁齿了 我讲的是实话 所以来到季线附近到底是底部还是半山腰 你自己判断 但是我可以举例给你看 我说中小型股一旦反转 一旦反转 为什么是猎鹰计划 之前我们在锁定高档转弱的股票的时候 就是一档一档 然后呢 不断的向下累积价差 我们的猎鹰计划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要复制这样子的模式 你过去印证了这么多股票 未来还会更多 还会更多 高价族群在多杀多 中石户不看好 投信法人不看好 基本没有往下 如果股价会说话 你只要看股价就好 不要看利多小喜 我今天看到一档股票跌了下来 我真的是觉得 投资朋友往往都会受伤这种股票 高价股里面来 你看到这两档股票 一档叫同志 你看今天下跌对不对 一档叫健林 这一档我在高档破线的时候讲过 今天破底 台股现在在这里 它在这里 为什么 法人不看好 台北股是低本利比 养不起高价股 这种成交量也养不起高价股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你 你有高价股的请自己小心 同志啊 破线的第一天我提醒你 汽车族群的精神指标都垮了 更不用讲这种反弹都不反弹了 结果你知道吗 讲完同志后面12月2号破线到最低点256块半 你看这个融资标上去对不对 标上去还不打紧哦 结果在12月6号发了一个超级大利多 汽车店主临死舰 古王 同志啊 抢食自动驾驶车商的商机大饼 巨熙啊 巨熙 这公司一派也没有自己讲 对不对 巨熙 击败了全球前三大汽车店主大厂 拿下某 这个也没讲 大厂的国际级汽车什么的 哇写了一大堆对不对 当天掌停板锁的好好的 结果你如果套牢这一档股票 你想说哇 跌那么深我来加码摊品 今天再杀一次 接收在哪里 273块 当天掌停板298块 你一定用追的 你抢个反弹全套牢 老师四百多块钱跌两百多块钱 跌很多勒 红打电 得用月线看 1300跌到600 600跌到300 300跌到200 200跌到40 所以不要去猜 指数的低点 或个股的低点 那你永远猜不到 怎么猜 我今天反问你 掌停板那天我绝对有讲 你去调出我的录影带来看 12月6号 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档股票 已经走空了 低档发力多 可以直接V转上去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我在股票市场这么多年了 我讲的每一句话 如果你有听进去 你今天怎么会套到这样的股票 它是好公司 绝对是好公司 宏达电也曾经是人眼中的好公司啊 我也要请得起五月天来唱的有几家 但是它有没有让你受伤 有啦 所以记得 放空是为了让你知道风险 你要知道 2017年你该怎么看 我们会谈几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决定你未来大方向的 2017年我们的行情怎么看 新美国即将 放空 你手上有套的 该怎么解 如何解 什么地方解 该怎么反手做空 看不懂筹码 看不懂结构的 不知道为什么指数创新高 我的股票在破底的 你来这一场讲座 12月24号礼拜六下午2点 我会完整的告诉你 如何去复制成功 座位有限 请你先来电预约 如果您不预约 那我怕到时候 您要用站的 本人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这一波 很多人验证过我们的功力 台股站上九千点 我们创造空单的波段 347发 高价股六档股票 246元价差 我会用猎鹰计划 再复制一次 有效服的地方 请马上跟我线上助理 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竞争力 变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02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竞争力 变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受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问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啊 台风天 还是大家在最好 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台风天待在家 比较安全 台风天待在家 什么都没美都 有民众受困在团结的 河水 台风天提早做好准备 安全在家最重要 台风天 享受